都达到了273分 多兰特已经奥运三连贯了 而阿渡的这个得分记录还在继续提高 他本届奥运会的状态还是那么炸裂 首场比赛就投出了8中8的效率 死神的镰刀在国际赛场依然好使 多妥的国际赛场大杀气 那为啥这个榜单没有田瓜和老瞻呢 有没有知道的兄弟 评论区可以打出来 总篮板 第一安东林125个 第二都兰特118个 第三詹姆斯93个 还是这格尔萨 实际上本届奥运会 多兰特打完三场小组赛 篮板总数已经超过安东尼排名第一了 而老瞻要想超越安东尼呢 让他本届奥运会 场均篮板数至少要拿下5.5个 总助攻数 第一詹姆斯87次 第二保罗 两届奥运会74次 第三皮鹏73次 要在助攻上罢网 那必须得有大量球权 要承担巨大责任 老瞻你一个前锋打这么多助攻 还说你不是球霸 总三分命中率 第一都兰特74级 第二安东尼57级 第三科比34级 得分方面基本上都被阿渡和天瓜包园了 这俩在国际赛场上是真好使 而且阿渡三分命中率也很恐怖 打完多多利格 他的三分来到162投84种 命中率高达52% 那是真放不了 总抢单数 第一保罗38次 第二乔丹37次 第三詹姆斯和皮鹏36次并列 保罗是08年和12年帮助美国篮篮 夺得奥运金台 他和乔丹都只参加了两届奥运会 就能拿到这么多助攻 可见他们的防守和抢端功夫了得 不过这份榜单迟早要被老詹爸爸 因为这老头太能熬了 39岁了还能再参加一次奥运会 拿三个想段问题不大 国际赛场的阿渡攻防兼备 没毛病 总实务数 第一詹姆斯34次 第二基德和韦德都是33次 这是球权过高带来的副作用 不过对美国队来说 应该问题不大 你喜欢的球星在国际赛场上 是什么表现呢 敢不敢晒出来